当然这个画面好多东西 它就是一个 就是比较灰色的 这是19年的有些那个 这是前几天的 从最开始选择头骨 到一直以来 它都会出现在你的画面中 它在你的表达 会感受中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我不需要去 再去老看着这一个骷髅头 我觉得我都可以画出来它 有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形象 它最终变成了一种符号 因为它象征的东西是没有变的 对象征的东西是没有变的 这些画面其实都是反复复在画的 甚至说它的下边 这个画面的下边比它还要早 因为我画的有些类型 它偏有些想法性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 就是当一个人的那种想法 你只要画了一张 甚至说打破了一点 它就会产生那种 就是连锁的反应 有很多的想去尝试 甚至说另外的一些想法 就是它会涌出来 所以有时候就是 你最快的时间 先把这些想法给表达出来 你就可以后边这样的 一张两张三张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元素 和一种形式 但是你就想找到它 就是下一种可能 画出来之后才能看到是什么 有些东西只是 要模糊的放在脑子里边 就是还不是特别清晰 说实话你也不能说 在脑子里边说 OK这个画面它就是正确的 这个画面就是好的 就是画出来之后 你再去观察 再去看才能更加清晰的 知道它有好的点在哪个地方 不好的地方在哪个地方 然后就做一个取舍 其实有时候觉得 有些所谓的简单的画面 到不需要去想着 如何去添再多 反而是有些复杂的画面 可能你需要剪很多 就是那种 因为我们上来的视觉 从小的教育各种东西 导致了你看复杂的东西 你感觉复杂的东西是牛逼的 复杂的东西是OK的 层次感多的 或者怎么怎么那个 你没有意识到 就是剪了之后的那种 那些东西 绘画会有不足以表达的时候吗 我所感觉的 就是想法的东西 存在的那个地方 只是最终一个材料属性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些树枝换成钢铁 把外边的树枝砍掉 来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把它搭建到一个空间的 一个大空间里面空旺的 只有它也是一样的 换了一种视觉的东西 让别人来看到吗 如果简单的东西 已经可以表达想法 那是必要的吗 是有必要的 应该更加多元的去呈现 你想表达的东西 材料本身是有感情的东西 最深的核心的 它就是感受到那个点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从上来的视觉 和它的触感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人造艺术实际上 就是一件很凶险的事情吗 反正选择艺术 就选择吃苦 选择会选择很多的斗争 自我的斗争都会存在 对我来说是比较凶险的 你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心理 有时候人啊 就是容易迷失 在某一个圈子里边 迷失在某一条路上 你也会有自我否认 自我的这种思域 我的有些想法 其实和很多艺术家 都是一样的 他也都会聊到 人和人之间 人和社会之间 OK战争和平 或者人性之间 种族之间所有东西 但只是说OK 他以他的元素 他的一种方式 来去呈现一种画面 那其实我也是找到 我的一种方式 我的一种元素 来去呈现我的这种画面 我还是喜欢那种 笨拙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原始的那种状态 就生长在农村 我就从农村出来 我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没有必要 必须追求 OK我在另外一个层面 去做另一个 你要把你那一块东西 做好就行了 我的土 我的土壤 我的营养的东西 是在那个地方 我就从那个地方长出来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 不在乎他的名气 有多高 或者OK 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 有多高 而在于作品内容 这个画面之间的 一种对比 知道吧 所以我有时候 也会有这种 这种对比 就是寻找一个差异 那么多年的这种 养成的一种习惯 让我不得不去画画 当然画画 画成什么形式 或者画什么内容 那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比如说 可能我画这一类的作品 是我最核心 最想去表达的一些东西 我画这个的时候 是有一种压迫感 也有一种爆发式的 就是发泄式的 但是你要画一些 小型的一些东西 勾勾画画干嘛的 我觉得那种是一种 比较轻松式的 就是我的放松范围 其实就是 画那些东西 就挺放松的 像你之前所说的使命感 是在一开始做创作的时候 就再有吗 不可能有的 从上来你所选择画画 你就觉得OK 画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画画是一件 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然后你画着画着 发现画画是一件很难的 很难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一样 我觉得我大学之前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梵高和佩甲索 国外的 就是这两种东西 然后就是美好的一些风景油画 俄罗斯苏派的 我进入大学之后 慢慢的经过老师 留学回来的有些老师 我才知道OK 人家现在的西方的艺术 是这样的 然后作品形式是这样的 然后有这么多的风格 有这么多的名家 那以前小时候的印象 就是我画画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描摹出来有色彩的 那种东西呈现出来 就是OK的 对吧 但是慢慢发现 画画不是那样 做艺术不是那样 但是在这过程那边 也有多少人去了解你 也没有多少人去 能感受到你 感受到你 你所想的这些东西 有时候也会孤独 艺术家 他的每一张作品 是一张作品 但是他一个人的一生 他其实是一张大的作品 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 都是这个艺术家 他最成名的时候的 那几部作品 作品为什么走到了 最后呈现到这个时候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前期的 一个过程的 从一个具象的树 然后我可以慢慢抽离 抽离抽离抽离 可能抽离出几根线 它不是说无缘无故 就成了几根线 我觉得过程是不能忽略的 艺术这条路 就是慢慢走 年轻人 就是不太着急了 我说你也很年轻 对啊 所以我要告诉我 不能太着急 要慢下来 尤其是艺术 所有东西发展到 发展到现在 就是雷腾的所有东西 就完全都是有很大概率 和很大那个 你只能说是多学习 多看 每个年轻艺术家 再上来就完全找到了 所有的自己 就是这是很难的 就是个体的价值 是你要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 的事 就是 是 有一个人 的事 有一个人 也有一个人